中医男篮热身赛在爆大冲突,目前姚明并未表态,你如何评价,比赛激烈,荷尔蒙激增,球员需要有血性,但还需要三分冷静,试想一下,一群血气方刚的热血男儿在球场拼搏,本身就是荷尔蒙飙升的时刻,况且这有时为国征战,谁都想赢,所以,每个人都想在球场表现自己,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动作, 都透露着这样的信息,我在为国而战,我们想赢,而激烈的篮球比赛又避免不了小动作,对抗,垃圾化,所以冲突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情,不过这是打球,不是打人,有血性不代表要出拳打人,或者是不冷静的行为,打铁还需自身赢,球员或球队想要赢得比赛,个人能力很重要,球队整体也很重要, 所以,在遇到类似的情况下,球员还需要保持三分冷静,至于姚主席定位表态,也很正常,总不能一有什么事就让蓝血主席出来表态,毕竟事情还需要一个调查,确认阶段,也不能立刻做出表态该如何处理,毕竟这也是关于国家形象的事情,还需更稳重一些,个人观点,欢迎评论,喜欢请关注。 感谢观看